日产阳光是日产在国内市场上最便宜的紧凑型轿车 不少的车主购买阳光主要是看准了它油耗低以及日产车的舒适性 而更重要的是很便宜的价格就能够买到一台合资品牌 然而日产阳光有好几年没有换代了 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饰的样式都已经很落伍 今年阳光终于迎来了全新换代 看到了全新一代的阳光 你甚至可以不用再考虑天籁和轩逸 因为称全新阳光为小天籁一点都不为过 它同样使用了日产最新的家族VMotion前脸 夸张的大嘴V型的银色布格以及LED日行灯 都与全新的天籁颇为神似 车尾同样也使用了小六倍的造型 尾灯的样式也与天籁大体相似 相比于现款的阳光 新一代阳光真的很阳光 很运动 内饰方面的档次感的确有点不够 但是相比于现款也有了巨大的进步 而且新一代的阳光 配备了碰撞自动制动系统 车道偏离预警 自动远光盲点监测 以及自适应巡航等主被动安全配置 动力上 原有的1.5发动机升级为1.6自吸 功率91千瓦 扭矩155牛米 传动系统则会匹配5MT和CVT变速箱 全新一代阳光依旧主打低端市场 其价格会于现款持平 您觉得新一代的阳光如何 欢迎在视频的下方发表评论